你知道2022年中国印的人民币多少? 中国发行的银子是二万亿元, 二万亿元等于整个世界美、日、韩、全世界的银子发行总和, 中国印银子就是全世界总和, 而中国的GDP等于美国的70%。 所以你说人民币迟早有什么问题? 所以今天,因为他自己走错了路, 他以为自己我是经济体第二位, 本来中国很多地方是耳聋立国, 很多地方耳聋立城坑白冷变成, 发展房地产, 发展房地产之后, 现在因为大家都无工作又不去工, 所以烂尾楼成为中国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个万尾楼是怎样? 黑龙江我的朋友跟我说, 两三万银一个两千多尺平台的豪华宅卖给你, 他说连工资都不可以, 但找得多少就多少, 所以现在你想想银摊上面, 全部的烂尾楼, 几多十万连装, 建筑费都不可以了, 这个就是一个崩溃的, 你一层一层崩溃下去, 你好像寂寞那样, 你这一块不可以, 第二块不可以, 第三块不可以, 第四块不可以, 这个是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 而他呢, 又有好大气功, 好大气功起到怎样? 他说, 喂, 这个高铁, 我是世界第一的, 全部火车就用高铁, 好了, 他差了什么呢? 因为高铁是不可以运货的, 和旧火车一卡一卡去运货, 如果用高铁去运货, 虧到你妈妈都不认得, 你要想想想, 好像煤, 中国有无数煤, 好像山西那些, 是煤的地方, 财道都是煤, 都是, 那个是不需要挖挖的, 山都是煤, 而且自焚得很多, 但是, 政府唯有用沙蓋着它, 但是, 中国都要向澳洲买煤, 你不可以买中国煤, 如果中国由山西, 是用货卡来, 哇, 十倍价钱都买不到, 所以这个问题在这里, 整个中国的经济, 因为走错了路, 完全走错了路, 不知道如何, 因为它不是民主国家, 如果民主国家, 底下的人就会说, 不行, 这个不行, 那样不行, 那样不行, 但你是独裁的, 但是, 我们习主席说了就算, 习主席可不可以知道那麽多东西? 习主席不知道, 他知道北京而已, 他不知道南方, 他不知道四川, 在这样的情况下, 怎样? 整个这个世纪, 整个中华民族就是给它一手, 由中共兴起, 现在再一手推翻, 所有朝代的轻与亡就是这样的, 整个历史是给你听的, 毛泽东曾经说过, 他说共产党是有灭亡的一日, 这是历史上告诉我们, 每一个时代, 到这个你是轻与盛, 总有被灭亡的一日, 共产党也不例外, 毛泽东一早告诉我们, 他说你要自强不适, 自己免励自己, 不要他严肃, 好像现在一羊羽很满意, 我的国是什麽什麽, 但是不是? 你回去看看工种有没有人开工, 你看一看, 苹果河南国台铭全部搬到印度, 那裡有几万工人又回去, 回去想耕田又没有, 什麽都没有, 那怎样? 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内乱, 而香港以前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说, 香港我们要多做一两个香港, 因为我们的经济, 四分之一外汇的来源都是靠香港, 你想一想, 你这麽發達, 所有引入外资都是由香港有个总部, 再进去外国, 再进去中国, 怕你有什麽问题, 现在你将香港又说, 完善选举制度, 国安法, 搞到无人一直撤出, 启德机场, 以前不是启德, 我们的机场是世界第一位, 比新加坡是第二位, 新加坡的章仪机场第二位, 今天你会跌到多少? 今天香港机场跌到33位, 新加坡是第一位, 浴水行州不进則退, 所以香港就是这样, 如果大家想想, 大家有什麽办法避免这麽大损失呢? 就是有一件事, 就是说你, 就将那些银子, 你存在的银子, 全部走去美资银行那里, 你说我换了美金, 用来定期存款, 美元定期存款, 你虽然换了时有些少损失, 但每年都有五厘, 你想到就还没有拿着银子, 而且你在美国银行那些, 你存款, 你不在香港走去, 你从美国都可以拿着银行拿钱, 全世界美國銀行拿,中國不是,我們可以看到兩樣問題 你拿一張10元或100元,一個是匯豐渣打印發行銀行 一個是中國銀行發行銀行,渣打匯豐這樣說 你將這個銀子在世界任何地方可以換同等價值的銀子 即是香港渣打匯豐那些錢可以在世界換 中國銀行印那張就寫明,只是在中國銀行換 所以兩張銀紙你用的時候都要看真些 你家床底藏起來的銀紙,麻煩你全部換了外資發行銀行的銀紙 千萬不要中國銀行,中國銀行被人被制裁 全世界都沒有中國銀行的時候,你不知道去哪裡換的 你唯一回大陸換大陸,大陸換人民幣給你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我雖然不是偽然寫重的,但我是以我知道的東西告訴你 我還沒聽,定過經濟,好了,再講一下,因為我是讀憲法的 所以憲我是很熟悉的,這一次,這個林定閣在立法會就說 就說,喂,我們將會立法限制外國律師,或者有些律師 是不讓在法庭代表國安法的被告 那,行不行,當然不行,它如果這條法例刊了憲之後,成為法律 一定有人司法覆核,它的理由是甚麼,因為基本法第八條 講到明,香港任何法律不能與本法有抵觸,即與基本法抵觸 第二,基本法第三十五條,所有人被政府控告,有權請自己律師 為自己利益在法庭爭爭爭爭爭爭爭,這是基本法,他們可以說 人大常委就說了,要由政府決定給不給,人大常委是無權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人大常委的責任 人大常委的責任是甚麼,是人大憂會時,全國人大憂會時 人大常委就是監督憲法執行,當人大常委覺得人大所定立的法律 可能有些不捉的時候,它可以定立法律,它可以定立甚麼法律 但是不能與本法,人大所定立的法律有相抵觸,國安法怎樣相抵觸 國安法其實是違法的,它怎樣抵觸,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基本法是人大,人大定的,人大常委設立了國安法,但是基本法二十三條 就說明,香港國安法由本地立法,不是人大立法,你是本地立法 那你是不是違反了基本法?你違法得很厲害,而且它還在說 國安法是凌駕基本法是法夢,當年這個國安法一出,在香港成為法律時候 我曾經打過釋法法,周家明大法官就說,他說國安法不是凌駕基本法的, 因為國安法在基本法附表三裏面,所以不是凌駕基本法,很清晰地說明 今日我在說整個法律整個整個程序,希望大家聽到之後quer 大家以後應不應該再買樓房,再儲港幣呢,你自己想想過先 香港人就醒一醒,因為你會看他一直說 所以他這次又轉口,他以前說愛國者治港、國安法 你看這次習近平又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又推翻這些東西出來 因為知道不行,不可行,所以一直又在哄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大家在哄香港人,哄愛國人,我們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你們投資,我不會充公你的財產 他好像當豬那樣,養到大日就劏了,就不會這樣 所以我今日講的說話就這麼多,希望你們自己考慮一下